世人不信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 最近,看到这样一则因果故事,一男子杀杨时,杨竟然开口说话,当场曝光,自己在畜生道轮回五百世,只因前世的一个恶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发生在印度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印度,每次祭祀、祭祖的时候,都会杀生来祭奠。 一次,专门负责宰羊的男子,像往常一样宰羊钱,让徒弟们带这只羊带到河里洗一个澡。 谁知,就在他们刷羊毛时,羊突然一会哭,一会笑的,叫声也非常奇怪,吓得大家赶紧把羊牵回去。 见到负责宰羊的男子后,羊突然开口说话了,他说,很久以前,我也像你一样杀羊来祭祖。 因为造了这个杀业,沦落在畜生道五百世,被人砍断我的头已经四百九十九次。 我笑是因为这是我在畜生道的最后一生,从此以后不再受断头之苦。 我哭示你为了祭祖而杀了我,你将沦落在畜生道,被断头五百次,因为可怜你,所以我才哭了。 男子半信半疑,于是说,那先不杀你了。 羊对他说,不论你是否杀我,我今日难逃一死。 果然当天,羊在草地上吃草食,伸长着脖子去吃一个大石头厚的草食,突然天空出现一道闪电, 鸡中大石头,把它劈为几块,一块锋利的石片飞向山羊,正好把羊头切断。 一时间,这件事传遍了整个村子,大家纷纷表示,这是太离奇了。 从此以后,这名男子再也不敢杀生了。 还专门把羊埋了,墓碑上写了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再也不要杀生了。 正所谓,人在座,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多行不易必自毙。 奉劝大家手下留情吧,愿看完此故事的每一个人,都能法不失给身边朋友们, 并向我们伤害的众生真诚忏悔解怨,因为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因果。 请大家切记,下面这六种情况下,千万别杀生,因果报应最为厉害。 祭祖不要杀生,生子不要杀生,生日不要杀生, 燕克不要杀生,齐嚷不要杀生,迎圣不要杀生。 虽然大家总说,做错事是会有报应的,因果现前,报应不爽, 但是因果到底是什么,它们又是怎么来的呢? 曾是强曾说,因果定律并非直线往返,而是动态的循环。 接下来我们来看,因果到底怎么回事?该怎样对待因果? 以因果定律极为循环理则,大自然的现象千变万化, 然而变化的规律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穷则变。 穷的意思是穷途末路,再也走不下去了,这时候掉过头来, 往相反的方向前进,就叫做变。 细词下传指出,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添又知, 极无不利。 把变化的规律总结为穷则变,变则通,也就是事物只要穷极, 就会发生变化,变化了变会通达,通达了自然持久, 并且举出大有挂上九窑词自添又知,极无不利, 来勉励大家遵行此一规律,共同维持阴阳的平衡与协调, 从而走出一条生生不息的长久道路。 我们从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可以看出, 气候的变化都是由冷变热,再由热变冷。 春天从寒冷的冬天演变而来,逐渐转暖, 到了夏天转为炎热,等夏天达到炎热的极限, 天气便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由热变凉,再逐渐变为寒冷。 如此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冷是热的阴,热是冷的果。 倒过来也可以说,热是冷的阴,冷是热的果。 两者合在一起,便是阳即成阴,阴即成阳。 当然,阴果定律并非直线往返,而是动态的循环。 每年都有夏天,但是炎热的程度未必相同, 每年都有冬天,但是寒冷的程度也不一样。 一阴不一定只有一果,也可能产生相似而不完全相同的果。 所以是动态的循环,也就是活的阴果。 也唯有如此,才可能通则久,达到生生不息的动态平衡。 阴阳才刚刚平衡,就立即出现不平衡, 忌忌之后,紧接着就是未忌。 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漫长历史的动态大平衡中, 每个时期也会有动态的小调整。 所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二因果循环促成生生不息, 宇宙间的一切都在不停地转动。 不但有轨道,而且有规律。 借着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互动, 使原本的直线运动形成曲线运动。 再由物极必反, 由曲线运动变成了椭圆形的运动。 这些不可避免的因果关系, 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宇宙秩序。 太阳的热能试音产生光合作用试果, 光合作用试音成为生物生存的基础试果。 人类既不能创造能量, 也无法消灭能量。 能量是永恒的,不灭的, 永远不增加,也不会减少。 只要太阳继续照耀, 光合作用持续进行, 各种生命不断地消耗能量, 就有助于促成能量的循环不息。 从非生物转化到生物, 再由生物返回非生物, 尽管生命看起来是单向的, 有限度的, 然而生命一代接着一代传承, 又可以说是连续的, 生生不息的。 这种自然的循环是因, 能量的传递是果。 但我们也可以倒过来看, 能量的传递是因, 生生不息的自然循环才是果。 我们把这种正过来, 看与倒过来看, 都能成立的因果关系称作互为因果。 一经不说始终, 却说终始, 便是把直线的证明为循环的。 由始而终, 很可能就这样结束了, 走完了, 不再重现, 这是看得见的一面, 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但是由中凡始, 也就是真下起源, 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循环往复的。 包急而复, 周而复始, 循环不已, 永不停息, 这又是看不见的一面, 也是大家很难用肉眼观察到的, 所以需要用心体会, 细心领悟。 观察是因, 领悟是果, 反过来也可以说领悟是因, 观察才是果。 同样的现象, 为什么大家看法不同? 便是由于个人有不同的领悟, 所以才会看出不同的结果, 反之亦然。 三, 人为因素使因果更复杂, 世间万物, 好比一群乌合之众, 原本杂乱无序, 却在不知不觉之间, 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自我约束的庞大系统。 每一种个体, 内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却依然能够维持其整体不变, 难道这还不够神奇, 神妙, 神通吗? 难怪我们经常赞叹, 好神哦。 倘若想要有一个答案, 恐怕就是当一个系统从平衡转变为不平衡时, 这种不平衡状态所引起的事件, 能够促使此一系统重新回复到平衡状态。 比如, 当某种生物大量繁殖时, 就会产生食物不足和空间紧迫的问题。 由于缺乏食物和环境过分击破, 导致该种生物不是挨饿生病, 便是体弱而容易被其他生物所捕食。 自然的生态系统透过许多繁复的因果关系, 使不平衡恢复平衡, 接着在打破平衡而趋于不平衡。 换句话说, 不平衡是因, 导致新一轮的平衡是果, 平衡是因, 造成不平衡则是果。 加上各种不同的适应与进化, 当然也各有不同的限制, 比如缺乏食物, 会导致挨饿生病。 而过分击破, 也产生了情绪方面的影响, 以致失去调和作用, 造成很多个体由于压力或受精而死亡。 在有了人类以后, 增加了太多人为的因素。 特别是人类喜欢把每一件事物都精细, 整齐地加以管控, 要求模型化, 知识化, 殊不知, 这种举措却把自然生态王给扭曲, 搞乱了。 人喜欢创造, 拥有极强的自主性, 但倘若不知静天顺天, 静畏自然, 一味过分强调人定胜天, 不被局限, 也不知自我约束。 那么人为因素就会干扰, 破坏自然的修复能力, 使得大自然, 生生不息的连续性, 遭受到极为严峻的挑战。 我们现在面临的气候异常, 天灾不断, 以及各种难以预测的变化, 其实都是因果关系对 人定胜天指导下无度妄为的人力作用的 挣扎应变之下所产生的恶果。 回看我们今生的种种遭遇, 不正是因果的报应吗? 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各种各样的怪病, 这就是前世或今生杀业重的报应。 正所谓, 欲知前生事, 今生受者事, 欲知来生事, 今生做者事。 所以说, 我们要真正地悔改, 向善, 对前生, 今生我们伤害过的生命, 虔诚地忏悔, 请求原谅。 要知错, 改错, 是不再犯错。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